她有時候呢 很生氣 氣完了以後呢 就跟我說她不要活了 我說媽 我答應妳 等下一次啊 妳喘不過氣來 還有心跳 跳得快要跳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去醫院 妳不要講話 我們就默默的 就說 就來不及送醫院 在那個狀況下呢 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死在家裡 她就聽我講了 好像很認真的樣子 嚇到 眼睛瞪大了 我說媽媽 妳安心 我會陪著妳 玉銘姐妳是 在六十歲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自己也退休 要開始放鬆享福的時候 妳卻是人生開始另一段旅程 照顧妳中風的媽媽 是的 因為只有我跟我先生退休了 弟弟都還在上班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要我來接這個工作 照顧母親的工作 那我就心想說 這個機會也是不錯 妳當它是一個災難 它就是一個災難 妳當它是一個機緣 讓我跟母親好好相處 照顧它 跟它親近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機緣 因為我也是新手 我從來也沒有照顧過病人 什麼都要學 那我就很積極地學習 但是因為病人 他有時候便秘 就給他吃軟便藥 可是吃過頭了 又變成垃圾 那我看我媽媽 會有一點內疚感 就說他不會講 他都用表情動作 來表達他的心理過意不去 可是我做起來越來越順手 用濕毛巾 溫水幫他擦屁股 擦得很乾淨 那為了消除他的內疚感 我就在他屁股上清一下 我說媽媽你看我幫妳 弄得多乾淨 我說我是 我可以說是這個 清理大便的達人 真的不容易 我媽媽就笑了 我媽媽就開始笑 我覺得妳好有智慧 因為媽媽其實應該也會覺得 對 給妳帶來 這樣的一個壓力 一笑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我跟你講 我的朋友情況 類似楊小姐這種情形 結果妳知道嗎 他媽媽就跟他講說 你們小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跟你們 拉屎 拉尿 結果他女兒怎麼回答 可是媽媽 妳那時候 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大便都很小 妳現在大便很大 我們以前不臭 妳現在很臭 我覺得妳除了身體上 妳比媽媽輕 妳要抱他 妳做到這個程度 妳連心理上 我覺得這是更困難 因為媽媽有很多的負能量 對 她自己也不厭 但她很抑鬱 她每天跟妳講 這麼多負能量 妳怎麼幫她消散 怎麼幫妳自己消散 因為病人 她本身的能量 就比較低了 然後情緒又不好 表達力又很差 她表達的 她都 她講了那個 好像很流暢的樣子 但是講的那個話 都是我們聽不懂的 然後她就會覺得說 你們怎麼聽不懂呢 就很生氣 就在那邊敲 然後打 怎麼 就是用肢體語言 表達出來 那我們都猜不到 那猜不到的時候 很多人就 我弟弟他們說 算了 不要猜了 都不要猜了 妳就走了 那我就比較有耐心 我就猜了四猜 還沒猜到 那我媽還在生氣 我說媽 我跟妳唱 唱四猜好了 那我會經聚嘛 那我就開始跟 我就跟我媽唱四猜 那第一猜還沒唱完 她就 她聽了 她就不會去 不生氣了 她就忘記了 那我就用這種方式來逗她 那她有時候呢 很生氣 氣完了以後呢 就跟我說她不要活了 還用那個 就是說用這樣撞 可能也可以死 還怎樣 她就比出一些動作來 那我看這樣子 也不是辦法 大家都跑 沒有人要理她 大家就跑掉了 我說媽媽這樣好了 我答應妳 她一聽我答應 她就 妳要我幹嘛 搞不好也是要鬧一鬧而已 我說媽 我答應妳 等下一次啊 妳喘不過氣來 還有心跳 跳得快要跳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去醫院 妳不要講話 我們就默默的 就說 就來不及送醫院 在那個狀況下呢 就可以安安穩穩的 死在家裡 她就聽我講 好像很認真的樣子 嚇到 眼睛瞪大了 我說媽媽 妳不要 妳安心 我會陪著妳 我說可是我不是陪妳死 我還想活 我會陪在妳身邊 看著妳死 看著妳 結果我媽說 好 不要告訴他們 她聽進去了 因為她很久沒有講出 這樣完整的一句話了 能夠講個好 能夠講不要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結果呢 第二天 她說她要那個什麼 叫我幫她找 她的保養品 她說在那個抽屜裡 我就幫她找 是不是這個 不是 是不是那個 不是 找來找去 找到一個什麼東西 這個 時空逆轉膠囊 保養皮膚的還是什麼 反正是保養品 我就心想說 昨天要 要死 現在要 今天要保養 時空逆轉 但是我一看她 整個就是很愉悅的樣子 根本忘記昨天 有這麼一件事情 我說太好了 有這個經驗之後 我都順她 她說什麼 我都說好啊... 一順她 她就... 好像... 沒得發揮了 對... 人都是這樣 對 本來也一出的 就馬上結束了 對... 要死就好 沒事了 不要 她說 非要 那妳說好 她反而 不知道該下面 該接什麼了 整個就很平靜了 這就是一個方法 對... 對付... 對付這個生病的人 妳就順著她 跟她認真就輸了 對... 因為她可能 很快就忘記了 對... 那妳自己 在這過程裡面 妳自己沒有一些 抱怨或是有一些 心裡有些 不平衡的時候嗎 我是覺得 妳會產生抱怨 那個都是... 那是在表面 那是在表面 其實它的底層邏輯 是妳心裡頭有恐懼 有焦慮 那我的經驗呢 就是在我先生生病的時候 我在醫院裡陪她 我有... 我有萌心自問 她說我這樣一直病下去 妳會怎麼樣呢 妳會... 妳會擔心嗎 害怕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可以趁事 就扮演一下 這個看護的角色 就看護她 那萬一說她這樣 一病不起了 走了 妳會覺得怎麼樣呢 結果我心裡一想 那也沒什麼 我就不必再照顧一個病人了 也很好 只要是平平安安的都可以 所以我發現我把這個恐懼拿掉之後 非常輕鬆 整個人的心態 那個 都可以笑得出來 我覺得這樣就很不容易 還笑得出來 對 還笑得出來 就是妳接受這個情況 對... 接受她 面對她 處理她 我覺得... 黃老師我覺得真的是 我們這育民姐很不簡單 她可以這麼心平氣和的 全然地接納 包容 去做一個 其實是很辛苦的事情 妳怎麼看她要這樣的轉捏 我們一般人有辦法這樣練習嗎 台灣有一句話叫做 剛才就穿起來等 不可以刺在等 碰到什麼困難 妳心裡準備好了 如何去應對 但妳不要自己嚇自己 妳看剛剛 她說了一句就是說 當我恐懼都拿掉的時候 我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有的人都是自己嚇自己 還有人心不甘情不怨 就認為說我是為人家女兒 父母親倒了 我不來事後她一下 人家說我不笑 可是事後才發現說 原來不是這麼輕鬆的 然後她就不幹了 然後不幹不要緊 只要有兄弟姐妹 一定會賴來賴去的 那不然妳來... 然後兄弟姐妹賴完了 還要賴丈夫跟賴妻子 所以就變成就一團亂 可是她一肩扛起 她不是沒有弟妹 可是她一肩扛起 就由她自己來 而且妳看她 在講陳述的故事 過程中裡面 沒有討一點點半分的人情 這真的是不容易 今晚妳有空來開放嗎 挑善個大神 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吧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